别看顺便的照片 你老公跟别人跑了你怎么想 活该 下一位 张总好 你给他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要求 我们公司的要求呢 问你三个问题 答对了明天直接来上班 答不对滚足着回家 哎呀我去 啊行 问嘛 第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个 你问我问 你是老板 我是老板 行啊 第一个问题啊 假如小偷去你家偷东西被抓到了 你会怎么做 打死他 你是老板 你回答我 他回答 他他他 你说 他活该 行不错啊 第二个问题 武松去沙子 武松去济阳港上干了什么 那时候多睡觉去呢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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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打死老虎 嗯不错不错 行 第三个问题 这个两个小孩打架 哭的怎么办 告诉他们上班在定价场上 不再哭 你行了往处走 行吗 你说 给他个球 嗯 给他个球 嗯不错不错 行 你通过了 飞飞飞 今天早上爬姐来发大 好 下一位 哎 咋咋了呢 那个 活该 打死老虎 给他的球 来了 老板 下一个是你媳妇家 小姨子 你小姨子 你小姨子 小时候 回击的时候脑袋被鱼蹄了 来啊 下一位 解惑我 叫老板 哈哈 怎么说话呢 叫哥 走走走走走走 废苦啊 我问你三个问题 答不对回家 要么你来叫老板 哈哈哈哈 我演的怎么这么累 来 来 我问你三个问题啊 姐夫叫什么哥呢 小可 你小姨子 不是你妹子 姐夫姐夫还不行吗 干 不知道你干什么吃 第一个问题啊 你老公跟别人跑了 你怎么想 活该 嘿嘿嘿嘿 活该 第二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 你公公 骂你婆婆 吃母老婆 你会怎么做 打起来我 打起来你 哎呀我去 不是姐夫 不是不是 老板 那我感觉 你招这么个小姨子 哪天没有可能 不怕 第三个问题啊 第三个问题啊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你公公 或你要一栋楼 你给还是不给 给他个球 给他个球 嗯 还有你吗 哈哈哈哈哈哈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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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吓我一激励呢 行啊 那什么 不去找 那块滚蛋 我一打子 没事啊 明天啊 你吃了吗 你不吃啊 你咋一天天的事这么多呢 赶紧给我滚蛋 不是他那活 你真是我 你这泡宫子 吃早得活 咋 咋 你这泡宫子 你这泡宫子